刚获得AAA最佳演员的IU李志恩,能把这个奖项揽入怀中,也是对他这两年大力投身演艺事业的肯定了。 回顾前几年刚刚涉足演戏的IU,可没少被韩国网民抨击,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,表演起来颇为吃力,一些细小的动作不能很好的处理所以被诟病,让好胜的IU下定决心苦练演技,在《我的大叔》中精彩表演。 终于获得了最佳演员的称呼,可喜可贺。 其实萌萌搭的IU最被大家喜欢的是他歌手身份,天然美女李志恩从幼儿园就开始练歌,也萌发了进入歌坛的想法,不过被JYP等经纪公司相继拒绝后,他有点小气馁,索性家人的支持,让小IU继续奋发,在15岁一炮而红。 后来JYP社长也对外表示过,错过IU让他很是遗憾,哈哈。 这些年IU逐渐在歌坛立足脚跟,发布的新曲场场卖座,成为了国民歌手这种存在,人气之高在各大排行榜都名列前茅,外貌清丽脱俗,性格安静可爱,还有很多调皮的小动作也让自家粉丝迷得对他倾心不已。 这里带大家看一下属于李之恩的可爱小习惯。 这几年的迅猛发展,让IU获得了超多奖项,三次大众音乐奖还有金唱片最佳专辑奖,不愧是女版全智龙。 基本上IU心躯一出,对其他同时期打榜的歌手来说可不是好消息,有这么一位强力劲敌,任谁也坐不住啊。 在IU拿奖的时候,谦虚有加的他总是会先伸出双手,恭敬的等着,这个小习惯也让很多大前辈看了点头赞赏,毕竟时刻保持一颗恭敬的心,也很难得低。 IU还有着吃手的小习惯,这个动作很多女孩都喜欢做,尤其是遇到棘手的事情时。 IU在参加效力民宿时常常遇到搞不定的问题就习惯性吃手,还被大姐大效力发现,吐槽她怎么这么可爱, 萌萌的IU把手放在嘴边歪头思考问题的样子和小猫简直没什么两样。 纯天然美女IU从小美到大,所以无惧拍照,无论是哪个角度都能hold,只不过被抓拍的她很喜欢瞪着大眼睛看向你,好像是发现你在偷拍她的事实,不好拒绝只能瞪起大眼睛配合,或者是兴奋时的激动表现, 这样子看起来也很像一只触电的小喵喵。 这种动作不是美女的话做起来会非常惊悚哦,因为她会使你的两腮都集中到一块,肉多的女孩子还是别尝试了,不过IU的话还是很赏心悦目的。 有着不输于少女时代门面允儿外貌的IU低头肩玩耳一笑,抿起嘴巴的弧度非常美好,不愧是宅男杀手。 这一点绝对是IU的死忠粉才能发现的小习惯,就是IU左手小拇指总是闲不住,爆花的时候上翘,拿起话筒唱歌时也无意是翘起。 还是那句话,美人做什么都好看,翘起兰花指本就是很妩媚的小动作,放在IU身上同样非常合适,哪怕是提起裙脚,微微上扬的小拇指都显得格外俏皮,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也偷偷的模仿起来了?哈哈。 女明星经常会整理自己的仪容,尤其是头发问题,在场外活动时头发即使经过定型,也会随时产生意外。 在IU头上的刘海问题常常发生,唱歌跳舞摆动肩发撕乱了,等停下表演后IU会不自觉地整理,只是她喜欢抓起一缕头发两指尖脸成天线状,这种行为被粉丝抓拍过多次了,次数多了也就知道偶像的小习惯歌。 回顾这六个IU的小习惯,感觉IU真是一位仙女式的萌妹子,让人心疼和喜爱。 现在IU的发展重心放在演戏上面,刚刚获得了最佳演员奖,下一部一定会有所动作甄选剧本,新年来临之际,我们的知恩妹子后期如何展现魅力,真让人期待不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